六岁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学我们的科学课本 打开我们的第二页 打开我们的第二页 写上日期 可以写在这里 因为没有格子给我们写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自己找地方写 18号6月2021年 好写上日期我们来看动物的分类 好动物呢我们可以从他们吃的食物来分类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 草食动物吃草的 吃植物的 还有肉食动物吃肉的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草食动物 这边呢他有介绍到六种 六种动物 其实还有很多种哦 我们学这六个课本 好只吃草的 还没有吃其他东西的 好就有牛 牛 羊 羊 你看他们都在吃草 还有马 马 长颈鹿 长颈鹿 因为它长得很高 所以还可以吃到这个 树上的这个叶子 再来还有白兔 白兔 白兔 白兔吃什么 红萝卜 再来还有大象 大象 吃甘蔗 对吗 啊 然后小朋友你们想一想 还有什么动物呢 它是只有吃草的呢 好 它就叫做 草食动物 好 吃植物的 再来打开第三页 一样的 写上日期 写上日期 然后呢 我们来读的是 肉食动物 这些动物呢 它只吃肉的 好 它没有吃其他食物了 只吃肉 生物 好 就好像 狮子 豹 老虎 啊 这些啊就是吃其他动物的 好 所以它们是肉食动物 好 狮子 吃鹿 这个是公司 母狮 好 吃鹿 你看吃花鹿 好可怜哦 再来 蛇吃老鼠 啊 蛇 对吗 啊 要小心哦 它也是会吃人的 也是会吃人的 因为它们是吃肉的 所以就会比较凶猛 好 吃老鼠啊 它们也是会吃鸡 好 会把整只鸡 吞进去肚子的 再来 青蛙吃昆虫 青蛙呢 它也是属于肉食动物啊 因为呢 它只吃这个昆虫 好 好像蜻蜓啊 啊 苍蝇啊 蚊子啊 啊 它们就吃昆虫的 好 所以这些 昆虫也是属于肉食动物 再来 老鹰吃青蛙 啊 这个老鹰 好 老鹰啊 不是小鸟 它是老鹰 所以这个老鹰呢 它也是吃肉的 也是肉食动物 所以这里呢 我们读的是肉食动物 也介绍了四种肉食动物 其实还有很多 很像豹啊 老虎啊 都是吃肉的 好 所以课本只是阅读罢了 你们要明白什么是草食动物 和肉食动物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拜拜